咸安绣球明年翻倍爆花 夏天的养护非常重要 那我们就讲一下绣球的夏天养护以及修剪 大花绣球的话呢 一般选择修剪的时间 如果是北方要选择在7月底 8月初这个样子 如果是南方的话呢 可以选择8月20号左右 稍微再晚一点也还来得及 这是一个正常的生长状态苗子 我们是给它留2个到3个左右的芽点就可以了 1 2 3 别的枝条的话呢 参考它的一个高度 大概做一个平均值的修剪就可以了 它中间的一些弱的 没有发出来的空置呢 也就全部剪掉 为什么我要保留植物的叶子呢 因为植物的叶子它不只是光合作用 同时还有一定的真正作用 如果说想要根系不积水的话呢 一定要保留足够多的叶子 因为叶片才是消耗水分的一个主体 欢迎说我们有些时候啊 植物的底下都是光叉叉啊 光杆子状态 那我们应该怎么修剪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选择一部分的枝条 用来做抽水枝 就是保留叶子 选择其中的三分之二的枝条 去给它做一个修剪 到了后期这些芽点冒起来之后 我们要把这些老的给它去掉 要不然植株就有点凌乱或者不整齐 我们修剪完之后呢 新芽点它会刺激它的一个新根萌发 这个时候换盆它会更容易去浮盆 并且你换盆之后 它有新根的一个活力支撑着 它的芽点会长得更壮一些 所以我们会选择修剪完 给它换盆 一般一样的换三家轮 盆子的话我会选择用到特殊性比较好的盆 然后土的话用到海贼花园的通用型配方土 我们可以先用它原来的盆子呢 做一个模具 把它套到我们的盆子里面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抖一抖给它更贴合 这个时候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我们等到下一次浇水时间 一定要等它干到一个八分左右 毕竟植物是干长根 是长叶 尤其现在叶子比较少 它的一个水分消耗是极其缓慢的 如果说你每天都去给它浇水的话 那这个植物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黑杆呀 或者说芽点浇坏呀 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积水了 浇完水之后呢 拿到一个半硬的环境下就OK了 常规情况下 我们换完盆子半个月是不用给肥的 但是半个月之后 想要植物长得更好更强壮的话呢 是可以给它一点我们的通用型的肥料 叶子长得枝繁叶茂之后 你再去使用一点花卉型的肥料 才比较适合 当然夏天的话呢 绣球啊有些尤其老叶子啊 它会在夏天高温淋雨之后暴晒哈 就很容易出现叶子有那种斑点 斑点像开水烫熟啦 逐渐的变多变大 去给别的叶子去传染 那这种情况下一般喜欢是碳居 碳居的话呢 夏天是我们绣球的一个高发的一个病症哈 一般会选择用到这个北米甲环座 这个比较好金钱 这个是一个夏天可以去预防探居 或者说像一些黑斑之类的 包括月季啊 可以做一些真击性的一个病态预防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绣球的夏天修建 以及养护